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0年前堪称是最新颖的整件住宅 如今随着时代变迁 这里的生活步调似乎渐渐慢了下来 成了一座都市里经常被遗忘的角落 那时候这个房子差不多五十几年 是算起来是最豪华最漂亮的 他们来拍电影 那现在是东西都脱落旧了 而且我们地下室以前是非常热闹 对比社区外便利繁荣的交通 难以想象过去这里城市 一个热闹非凡的市集 猫咪躺在屋顶上 惬意的晒着阳光玉 中庭的绿意带着我们 能到另一个舒适幽静的空间 但人口老化 年轻人渐渐搬了出去 社区里剩下的老年人口 也让社区慢慢的失去关注 那你这边人的这个变化有很大吗 对 剩下老年人 年轻人比较少 小孩子更少 伴随着收音机的声响 地下室里的空间 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 抱着想为社区做点什么的心态 成立的南基泛泛社区营造空间 除了举办讲座 手作课程 顺着下室主办 送餐给社区里的长辈们 希望透过各种多元的形式 融入社区 营造空间的不同想象 团队的人其实是 大家各自有关心的议题 然后我自己对于社区经济 这一块怎么实作很好奇 那团队大家也有人 也认同这个理念 或者是也想要 经营一个空间 经营一个厨房 或是经营一个在社区中的 维修中心的店 对那所以我们就 大家一起合作 然后就是写了这个案子 然后进来这个空间都经营了 有了想法 开始写计划 结合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年轻团队 想做事情的人自然就会碰在一起 偶然的进会下选定中枢社区 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地下室空间里 从这里开始成立了南京泛泛社区营造空间 要把社区里浓厚的人情味散播出去 像这边隔壁那个新社区一楼看不到的场景 对就是没有那种大家自己家门家户是打开的 那一楼很多人家户都是门都是开的 然后就坐在门口聊天 对那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觉得它是有很丰富的那个 那个网络里面的信任关系 那其实对我自己想要尝试经营的 无论是礼物经济共享经济 我觉得就是要在这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地方 那其实就可以长出我们很期望的那个样子 除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年轻人结合的团体 举办各种课程凝聚向心力 还有另一群理念相同的人 把市场里剩余的食材提供给他们 成立共食厨房 提供社区长辈送餐与共餐服务 当初是一摊两摊这样子慢慢的捐 因为他们的东西到中午 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半天的 他们到中午他们也是倒掉 也是倒到回收桶 与其倒在回收桶 那倒不如就是给他们若是团体使用 虽然都市里的风景随着时代的转变 或许社区步调渐渐慢了下来 但是一群年轻人的进驻 让社区再度充满活力 一起煮菜一起分享讨论 多元的内容也吸引了 同样在座社区营造的邻居伙伴们一起参与 透过这样子的社福团体或是社会企业 然后他们有一些倡议 然后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弱势 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那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那在地居民可以提供什么样子的协力 这是第一线志工他们所欠缺的资源 因为社工通常第一部分 他们都是针对个案在解决问题 那社区要怎么样子的协助 我想联合起来做 会达到很好的效益 有了青春的活力进驻社区 活络了居民的互动与想象 平常就在门口聊天的长辈们 透过年轻人的活动 社区再现生机 重新展现它最美的风貌 让里长也一起参与活化社区 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市政府做的一部分 它是跟 是好像是都跟处配合的 他们来自助百味人生 来集办法来这边做 进来以后 这原来这个社区本来就很老 住户也都很 老人家为主 都是老人家 结果呢 现在他们进来以后 我们整个社区感觉就 很有生气 生气勃勃的 都是年轻人 一票年轻人跑进来 连着根本就看不到年轻人 那几个年轻人 所以对整个社区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 就气象一新了 不是说这个只有老人家 平常以前 就是老人家晚上 你的白天早上一早 都是老人家坐在这个附近 在那边聊天开杠 一堆一堆的 现在不一样了 结架了在地的里长 提供社区里的人力 与文化支援 年轻团队的进驻 发展出一套共享经济的想象 办活动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生活大小事 都能在这里聊聊 把社区的人情味 和文化特色持续扩散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 我很佩服他 我觉得他们说 我们这边很有人情味 而且蛮古色古香的味道 不像一般设计 像你一般设计 看着很滑滑 都是封地 没有像我们自己 那么这样子 好像大家要好感情就得到 里长 居民 年轻团队 一座老社区 凝聚了台湾最美的能量 人的元素 把社区重新活乐起来 也让社区里的故事 让更多的人看见 当我们要去改造 或者是要去规划 一个为社区设计的活动 如果他对这个社区不了解 包括他的环境 包括他住在里面的人 就是他的人文 地理 都不清楚的话 他是无法做深刻的设计 所以他必须要对这个 他必须要去关心 好吧 就是他要去关心这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他从踏查的过程里面 去看到至少 第一个印象 他的生活 自己的社区的生活形态 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从这样的一个资讯 或是从这样一个 得到的这样的一个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资讯的累积 然后他可以去找到 跟这个环境合作的最好的方式 然后帮助或者是可以跟这边的人 找到一个属于他们的特有的方法 虽然来自不同领域 但是透过课程的参与 走入社区从了解社区开始 进而观察讨论 即使广义为社区尽一份心力 在这里发现很多人都是默默地在付出 然后都是想要让社区更好 然后即使目前社区还没有更好的时候 就是有其他已经做得很好的社区来协助 正要刚就是想要再做更好的社区 来做一个引导跟做一个协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那每个社区都有每个社区的一个好的地方 值得各个社区 甚至各个区的黎民一起去共同 去合作跟去成长 那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本着初衷 是为这个社区好 然后其实这个社区会越来越茁壮 一座老社区 丰富着人文建筑特色 在这个充满温度的家园里 老人家依旧持续散发他们对家的感情 年轻人则带给他们无限的想象 透过工部门的资源 融合民间团体的力量 老社区也慢慢看到新的希望 而近年盛食问题受到全球关注 欧美甚至出现食物分享平台的风潮 南极拌饭也注意到这样的议题 他们找来长期关怀弱势团体的人生百味合作 推行共食厨房 将临近菜市场的摊贩 所提供的每日新鲜 但外观较不好蔬果 拿来当作共食厨房的食材 平常煮好的饭菜 依依送到社区独居长者手中 不仅落实珍惜食物 共享食物的理念 更让长者们倍感无心 有白菜 冬瓜 苦瓜 胡萝卜 满桌子的蔬菜 在下午三点多 一群平均年龄才27岁的年轻人 有的忙着备料切菜 有的忙着烹煮 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来到了厨艺教室 因为我们今天是想要做粥吧 发号司令同时也是长厨者 是人生百味的朱冠珍 人称阿勇 年初姻缘机会之下 认识了南姬饭饭 两个都是长期关怀社区 角落人事务的团体 又与想法一致 目的一致 一谈到共食厨房的点子 一拍即合 其实是一个旧的市场 对啊 那我们就认为说 就是一个很富具文化 然后还有在地气息的地方 它可能因为人口的迁徙的关系 然后逐渐的人潮就是消散掉 是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重新的把食物跟一些分享的经济 能够带进来这个场域里面 其实是很有助于能够让 想要做事情的就是团队或是青年 有地方可以执行 有的地方也有的人 不过煮饭的食材呢 南极拌饭这里很常会有活动 那活动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剩余的食材 那我们会在隔天 或是隔几天的时候 去把这些食材 可以重新做一个料理 那更多的食材来源 其实是我们有认识菜市场的伙伴 那菜市场伙伴 他们会非常热心的提供给我们 知道我们是在做食物共享 并且提供给有需要的 不论是长者或是无家者的时候 他们是很愿意把自己 当天没有卖完 或者是精挑细准之后 可能会认为顾客 是比较不会直接购买的食物 去提供给我们 因应近年来 全球关注了盛食问题 他们将这样的理念 完全落实在南极厂中枢社区里 不仅关心社区的发展 也重视环保 他们将办活动的盛菜 或者与铃进市场看饭合作 将卖相较差的青菜 收集起来 作为共食的材料 我自己本身是刚开始是不能接收那些东西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看过那些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刚收回来 我们觉得说那些东西是烂掉了 应该丢掉的东西 而且他们有办法把它处理到 完全就看起来像跟刚买回来 市场新鲜度一模一样 所以那时候刚好让我觉得说 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说东西真的是不可以浪费 那些东西真的是要好好的利用 好好的珍惜它 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重新的料理 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原本我在菜市场 原本都要挑最重的 然后或者是 就是看起来最红润的水果 可是事实上 重新的吃到 没有那么漂亮的水果的时候 那个美味的程度是一样的 看着阿勇又是猪又是炒 旁边的年轻志工们 也都各是其职 为的就是希望在五点钟 能够准时开饭 让社区的独居长者不要乐道了 不过回想刚进入社区 由于还不够熟悉这些生活作息 又是个陌生团体 让居民们曾经怀疑过他们的动机 因为具体在他们在做什么 也不大了解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老人家或是长辈 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一群人 你的市场忽然进入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又做菜又叫我们来吃 就是会不会背后有些阴谋啊 或是就觉得 就是会觉得有点不安心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吃饭 对对对对 是 不用言语的大飞周章解释 做就对了 为了消弭长辈们及居民的疑慮 能继办饭与人生百味伙伴们 每个礼拜持续共识厨房 渐渐的社区居民从怀疑转为认同 甚至有更多的是感谢 我是在说你们这人好得到 大家都很辛苦 那不是人好 我没人说没有啦 我做鱼工 最听到你很感动 对啦 听到很感动 有些妈妈就会说 那他们就抢着要吸一碗 对我就觉得很像一家人的感觉 就是有人做菜 然后大家一起吃完之后 有人就是说 那我来负责吸一碗 而今天准备的菜色 有白菜粥 炒丝瓜 凉拌洋葱 还有市场的爱心菜饭 提供了烤鸡 那因为今天主要是 昨天活动有剩白饭 所以拿来做粥很适合 那刚好有伙伴就是 有协助做了一些凉拌的菜 所以今天的青菜的话 就简单的用烫跟就是炒的方式 加上去当配菜就可以了 反正有什么菜就煮什么料理 但唯一不变的是 都是当天新鲜又营养的圣食 而有些社区妈妈们 也会主动提供自己的私房菜 来帮大家加菜 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 对妈妈 她忍真的非常非常热心 知道我们在那边做菜之后 她说她自己还满会做肉燥 所以她也把她的食物 就是食材直接带下来 就在这边做料理 饭菜准备好后 大家接着忙着分装便当盒 赶在五点钟送到社区内的 长辈手上 料理的形式跟分享的形式 一直在不断地做调整 跟就是讨论 比方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请居民下来一起吃饭 然后有时候是我们 会到楼上去跟居民 就是一起做菜吃饭 那一直到现在 我们跟里长开始有合作 发现到有很多就是 行动部比较不方便 或是年纪非常大的长者 居住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直接的上楼去 就是提供就是餐点 照着当地里长提供独居长者名单 以及领长猪妈妈的脚步 南极班战的伙伴们 去了发送乐团的食物 也顺道与长者们虚寒问暖 有些人他其实需要的 想要的不是吃一顿饭 而是有人去敲他的门 跟他聊天 或者是就是常常会治疗 说有人会去敲他的门 打扰他 然后就是一直提醒他 就是说要吃饭咯 或是日常的一些问候 简单的菜色 或许比不上餐厅的大鱼大肉 但家常菜 却不仅让人的胃满足了 心也跟着暖了起来 我觉得我们跟在地居民的关系 会越来越像是邻居 而不是一个所谓的 公益组织的进驻 对 因为彼此的关系 是很互相的 有时候路过的阿贝阿贝 他们也不一定是要来吃饭 就只是在想说 这些年轻人又在做什么活动了 来看一下 这样的感觉 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温切的 阿贝 阿贝 一是阿贝亲切地问候 尽管不是在地居民 也曾被怀过动机 不过对的事情就要坚持 现在南极半饭 不但拉近与居民的关系 共识厨房也吸引越来越多人 一起共享盛举 将共享互相协助 这样的正向力量 继续循环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